建築師的工作 顧名思義為建築物進行設計 從而為人創造理想的生活空間 建築師進行設計時 從建築物的外形、空間、功能 以至詳細的設計 都需要符合用家的要求 又要顧及建築物和周邊環境的配合 並要符合建築物條例和相關法例的要求 以至在環保、安全等多方面 都應該要有周長考慮 整個過程是需要集合 美學、工程學、管理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識 在設計過程中 現在已經有很多輔助設計的電路軟件 可以無意建築物的外形和身內空間 大大地幫助我們的工作 我曾經為沙田的一間學校做設計工作 有時走回去看看 看到人們很開心地用自己的設計 其實是很有滿足感的 要成為一個建築師 對繪畫有天分當然是有一定的優勢 能夠將想像的構思展現出來 對周邊環境、文化也要有好奇心 想事要有創意 也要具備空間感和對顏色有敏銳感 建築師要具備這些特質 才可以設計一些改善我們生活的建築物 我們有資產的建築物 我們下次見